举字说方案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8月23号看到一个新闻 说在纽约州有一个开发商叫RXR 我们就叫他叫R开发商 他在告一个建商 这个建商的名字叫做Hardison Meridian Construction Group 我们就叫他叫做Hardison建商 他在告他说他建筑工程质量有问题 要索赔500万 那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就想我要做一期视频 我给大家讲一讲 你买新建房 你应该知道和要注意的事情 一般你去买新建房 我们现在看有才哥 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就说 我想省心 我想做远程地主 我要买新建房 新建房拎包入住 什么都不需要去准备 新建房第一年 什么维修维护都管 很省心 我要买新建房 那新建房 一般我给大家解释一个 这个背后的这个概念 你说新建房的时候 你会说我那个卖家 那你想那个卖家是谁呢 你多半会想成是那个建商 但是实际上 卖你房的这个卖家不是建商 是开发商 那一般的开发商 他们都有一点特点的 你说开发商都长得像谁呢 都长得像总统 都长得像律师 都长得像政客 你想奥巴马总统 就是那种比较典型的 或者是华尔街工作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叫开发商 这个开发商 比方说有一天能从众的 开发商有一天是能够当总统的 那这个建商长得像谁 这么样呢 建商长得就像斯瓦辛格 就像时代龙 就是建商一般长得就是脑子挺大的 脖子挺粗的 一看就是那种武功非凡的 那一般你买房 你跟你签合同的那个卖家 或者是要对你负责的那个人是谁呢 不是建商是开发商 开发商他想开发一个楼盘 他会去找建商 建商会找subcontractor subcontractor再会去找下面的小工 是这样一层一层来的 那一般这种大的开发商 他如果就说 我就在一个地方 就做某一种房型的开发 比方说市中心的高层 比方说这个城市近郊的 中低价位的独栋房子 如果他非常聚焦 就是聚焦这个城市 聚焦这种房产类型 那多半这个开发商 他自己有自己的建商的 就是他的开发商是一个名字 他跟你签合同的是一个名字 那帮你建房子的 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公司 但是是另外的一个名字 很可能这开发商跟建商 实际上是左手右手的关系 是一伙的 但是很多时候 比方说是那种小的开发商 或者是这个开发商 他又在这个城市去做高层 他又在这个城市去做这种 独栋的房子 又去弄mobile home 如果他这种 比方说涉猎的范围很广 那很可能啊 就是这些开发商 他没有自己专用的这种建商 他是有不同的 有合作的 比方说这是他的高层的 这种建商 合作的第三方 这种独栋的 经济适用房的这种合作的 他可能是合作的 那所以就说你买房子 你要盯谁呀 你要盯这个开发商 开发商是怎么样 但是你去买房子 你去签合同的时候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你就说这个房子的建商是谁呀 然后你去查查那个建商的名字 就很可能这个开发商 跟建商不是一个人 就算是建商是一个品牌的 很大的 就是很有名望的 很可能他用的这个建商不怎么样 或者是这个建商 你觉得特别好 也是品牌的 很可能他下面用的那个电工 外包的第三方的电工可能不不怎么样 这是买新房 就大概的这个框架是这样的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就好奇了 说本来奥巴马总统 比方说他是一个开发商 他一直做开发的 做了十年之后 突然他发现他品牌也有了 他产品也要聚焦了 他想要成立一个建筑团队起来了 他要成为建商了 又是开发商 又是建商 那他的长相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他做开发商的时候 他一定长得就像奥巴马总统 他一开始涉猎建商的时候 又是开发商 又是建商 他的长相一定是从奥巴马 往斯瓦辛格这个方向长的 就比方说 他说曾经我是十年的开发商 结果十年之后 我又是建商 又是开发商 隔了二十年 你再看他 他一定长得有点像斯瓦辛格了 他的长相会发生变化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建商 每天要去跑工地 每天要去协调 去对接这些事情 然后去看进展 风吹日晒的 然后干的可能都是体力活 跟人打交道的 都是那种红脖子 说话嗓门也大 经常的一些语言 或者是那种管理 整个的那个操心奋力的程度 会叫他从这个脑力劳动 往体力劳动 这个长相上去发展 就说回到纽约这个怪事 现在这个图上 这图上有一个是开发商 有个是建商 这个R开发商 在告这哈德森建商 你看这个图片 你猜谁是开发商 谁是建商 就如果你听了我刚才的话 你一定能猜的很准 在左上角这个 这个人是开发商 在右下角 这个脸红脖子出的这个人 这个人是建商 那他在告他 那我们就看一下 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 这是一个在纽约州 那个City的名字 叫做New Rosely 他开发了一个是28成280家的一个公寓 就不是康都啊 不是建好了网组 一户一产权去卖的 他是apartment 是自己留的 2017年开始建 2020年建好 三年建好 然后建好开始 房客就入住 2021年2月 大概是不到一年 房客入住发现问题 最后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就这个建商用了一种 有问题的防水膜 就房子的外墙 比方说 先是这种Fremium Fremium外面又有一层防水膜 然后再去上这个Siding 他用的这个防水膜有问题 就是是漏水的 所以这个房子再往进去漏水 那现在 先是这个开发商叫建商 说你去修正问题 那这个建商是去改的 但最后是改不了 因为他整栋楼用的防水膜 都是有问题 那现在这开发商就说 你要赔偿我500万 我这500万用整体这个楼 这个问题的耿证 他应该是需要把这个防水膜 全部都换掉的 那现在建商不给他 那建商他俩就扯平 建商可能说不是我的问题 还是什么的 所以现在这个开发商 就把建商去告上法庭了 那因为这个故事 我就想跟大家 你买新建房的时候 就有几个问题啊 首先啊你知道 开发商 建商 subcontractor 这个下面的这个Handyman 是不同的人操作的 不是你想着 是这个开发商在做的 哦 他的质量都好的 不一定啊 大部分情况应该是好的 因为如果是好的开发商 他有他自己的监管 他有自己的流程 应该都是好的 但是实际上呢 他这个问题到底好跟不好呢 实际上建商是能够起到一点的决定作用了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像这个人 他是在纽约建了28成 就在那个地方建了28成 就这个开发商肯定不是一个小的开发商 这个建商肯定不是小的建商 但是会出问题 除了什么问题 用了违规的 不合法的 不合标准的这个防水膜 就连这种问题都会出现 你就想你那个40万的新建房 就是说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吗 有可能的 买新建房会有这样潜在的问题 因为一般的旧房子 比方说已经是10年的旧房子了 就这些问题一定会显现出来 你能看到的 所以买新建房呢 就是你要知道可能会有潜在的问题 施工质量的问题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这些问题全能看见呢 我概念当中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一个房子是五年新的时候 它这个房子在建设过程中的所有质量问题都会显现 就是如果空调装的不好啊 像如果这种建筑材料有什么问题啊 低级打的不好啊 就多半都会在五年左右会显现出来 就是不会在你一交房第一个月就会显现出来 这需要一定时间的 但一般五年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买房的时候 如果买新建房 如果是买五年新的房 你可能就知道这中间的利弊 如果是新建房是新房啊 然后一年有全部的这个保修啊 还省事啊 就这些是好处 但是新建房可能有问题你会看不到 五年新的房呢 已经用了五年了 已经是五年旧的房了 这是不好的 但是五年新的房子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有什么潜在的 建筑当中的什么质量的问题 在五年当中 你多半都能查出来 多半都能显现出来 就是五年新的房子 相对来说就是更安全一些 但是各有利弊啊 具体就是说你自己去衡量 那一般的新建房你买的时候 那开发上会跟你有可能啊 一般的是一二十 那有的时间会可能更长啊 就会有这样的保修 那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一二十这年头可能是上下有出入的啊 那大概的这个顺序是差不多 一年是什么呢 所有的问题都管 那两年是什么呢 两年之内所有的这个电路水管空调管道 这些问题他全管 十年是什么呢 所有的这种啊 结构框架的这些问题都管 所以大概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保修 但具体你去看你那个合同 你的那个开发商给你承诺的条件是什么 那因为有这个 那现在你买新房 可能就有涉及到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你买房的时候需不需要做房间 你说是嘎嘎新的房子 新窗户新空调新电路 就是说我要做房间吗 你要做房间 因为你要小心 就是说多不靠谱的建商都可能有的 多不靠谱的开发商都可能有的 所以买新房呢 这个房间要不要做 一定要做 而且你多半会发现 虽然是新房 有一些深层的问题你看不见 但是你的房间是帮你发现的这些问题 一定够你支付他的那个房间费的 所以刚开始买房的第一步 房间要不要做 房间一定要做 而且多半你这笔钱会给你要回来的 从开发商要回来 因为总能发现一些问题 那第二 因为一般有一年的全保 什么都管 所以在一年要结束的时候 你还可以考虑去再做一次房间 因为这一次过了这一年 你这一年全管这个保修就没有了 所以你在一年结束的时候 你再做一个全面的这种房间 查出了什么问题 你就发给开发商 他会帮你管的 因为是新房 他给你签的合同上有这一条 一年之内 所有的问题他全保修的 所以那时候你可以再加一次这个房间 那你损失的是什么呢 你做了一次房间 你多付了350块钱 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价钱啊 但是万一那个时候能查出什么问题呢 相对来说就把你的风险给往下去降了一下子 我听到的新建房的问题啊 有才哥说他最后的房子交房的时候 有一个房子他发现会少一个窗户 这个肯定是开发商有益的啊 因为想降低成本 开发商反正就说 他有这样的 你要么就把房子还给我 我违约 我知道我失误了 我违约 你要么就这样 我就不给你那个窗户了 所以会有一个西房 少了个窗户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有一次去到郊区 我想买西房 然后那个中介就跟我说 如果你买这个房子的话 我给你便宜一万块 一样的房子 你看起来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房子就给我捡一万块 我就很好奇 我说为什么呀 然后他就吞吞吐吐的跟我说 他说这个房子 我们忘了在一楼建半个厕所 一般的在一层啊 就是没有一个能洗澡的厕所 可能可以 因为如果没有卧室的话 但是半个厕所是一定要的 因为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是待在一层的 厨房 客厅 这种餐厅都在一层 一定需要半个厕所的 要不然就说 你每天只要是活动的时候 都在一层 在活动的时候 你一定会要上厕所的 你要上厕所一定上二层的 但是因为我们去看那个房子的时候 我没想过要上厕所 我也没注意到这个事情 然后那个房子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他在一层忘了放半个厕所 就是会有这样的事物发生 那还有一个离谱的是在哪个国家 说建了一个超高超高的一个摩天大楼 等楼建完了之后 发现他忘了装电梯了 我不知道是个笑话还是个真事啊 就是说曾经有一个高楼 在建完之后发现 他们设计的时候忘了装电梯了 就是新建房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小问题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都是这种 很严重的问题啊 所以你买新建房的时候不是说 我看着这房子看着户型特别好 我看着这房子地段特别好 就是说你去看看开发商是谁 你再顺便去问问建商是谁 然后买新房的时候 不要想着因为是新房 就把这个房间步骤就给省了 新建房也会出问题 然后一般新建房 你买的这个房子到底质量好不好 你可能要到五年之后 你大概才能发现 好举字说法呢 这是这一期我想跟你分享的 我希望我分享对你有帮助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